前面这个山洞这里钓一下鱼 这个山洞我已经连续打了几天的窝了 今天过来开掉 看一下能不能钓上几条大货 这山洞挺天僻的 过来钓一次鱼不容易 带了一根竹竿过来 我先调一下漂 然后说话有一点回音 有点短了这种竹竿 好开掉 山洞这里挺年快的 前几天老板订购了三十斤鱼 最近这几天一条都没有搞到 希望今天能上大货 这竹竿再尝一点点就好了 鲷鱼 下面这水有点凉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 一般情况下不要来这种山洞钓鱼 很危险的 上面有很多种石头都是比较松散的 很容易掉下来 特别是下雨的时候 一定不能来山洞钓鱼 我挺够硬的 两条鲷鱼 现在这只看起来 一棵鱼 咬过来挺猛的 下个我就咬 又一条 今天运气不错 钓了一块 就钓了四条鲤鱼了 这几天岛我岛都直了 这里面的鲷鱼都不大 都是一辆多到二辆左右 这条有点小了 好久没有钓到一斤多两斤的鲷鱼了 鲷鱼 都是一二两一二两的鲷鱼 太高兴了 哈喽哈喽哈喽 这条鲷鱼 我钓鱼 是吗 这条鲷鱼 这条鲷鱼是什么呢 这条鲷鱼 给你给你夹到一条鲷鱼 啊等狗鱼鱼 来吧啊 小鲷鱼 好多条了 二四六八 接近十条鲷鱼了 这条鲷鱼 这次 收获了十几条鲷鱼 哇全是本地鲷鱼 这种鱼特别的好吃 有两条特别小了就不要了 还有一条 我看它在哪里 这一条 剩下的全部带回去了 等过两天多一点就拿去给饭店那个老板 回去了不钓了 这一次 收获了十几条小鲷鱼 有点可惜了 一条大货都没有钓上来 明天争取想办法抓几条大货 这些都太小了 十几条大概就一斤多左右 本期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回所my烧的好几条小鲷鱼